另外, 柯文哲現在要道歉 即是鞠躬道歉, 要被搜查 政治獻金事件很嚴重 這件事我們沒有跟進 可能下個星期就等你和傅立賢去講講 另外一件事就是串謀殺警案, 即是屠龍案 屠龍案, 而今天的主角被判刑 中雪盈被判了七年半 為甚麼呢? 她是幫男朋友藏械 其實主要的問題就是 昨天就很開心, 皆大歡喜 七個人都可以當庭釋放 因為控告她的反恐條例罪 七個被告都當庭釋放 但是, 有些人之前就認罪了 那些真的比較在食物鏈高層次 就是吳志雄 吳志雄就是大舊的朋友 大舊是誰呢? 以前是金鐘四房之一 Tek Lau Tek Lau Tek Lau 吳志雄跟鍾雪盈 之前就一早就認罪了 現在就處理他們 吳志雄呢? 今天還未判刑 她這件事比較嚴重 因為吳志雄真的是大腦 吳志雄是羞恿整個屠龍小隊 又說給錢 又說可以金援 又說可以武器援助 今天她主要是吳志雄求情 但是鍾雪盈呢 鍾雪盈呢 其實她是前本文前的成員 她說她是協助她男朋友 她男朋友呢 就是叫蘇韋軒 因為蘇韋軒 她本身就是負責12月8日的行動做槍手 去射擊那些警務人員 現在就說同謀殺警就是這個人做槍手 因為她被捕的時候 她就說管有一支手槍 一支AR15長槍和大量彈藥 最後村謀被捕者 即是被捕 吳志雄被捕 然後整件事都沒得搞了 而之後整個團隊都死散了 蘇韋軒 就是走的時候 走爛的時候 就說12月16日的時候 就帶同槍械 搬到去翠平花園躲藏的時候 去到20日 就被警察尾除 然後被截停 即是最後最後就是人贓病王 原來就是21日的時候 蘇韋軒在走的途中 其實想開槍射警察 因為射歪了射不中 然後她又被拘捕 之後再追捕她的女朋友 就是現在今天的主角 就叫鍾雪瑩 她認罪了 她本身做設計師 她本身是一個叫陳玉龍的朋友 就說2019年8月的時候 介紹蘇韋軒給她的認識 很快就趴著了 做她的男女朋友 然後她就負責幫她藏械 現在她今天 辯方就幫她求情 槍械和彈藥 就不是她買的 她只是跟隨男友 她角色被動 不是始作俑者 那案例呢 其實辯方求情 也要看案例 建議應該怎樣判 原來呢 有案例就是 如果你犯罪是因為 維繫家人和情侶之間的感情的話 或者你可以證明她是被利用 因為感情而被利用的話 可以行使酌情拳 去請求輕判 現在她就說 沒有證據證明 鍾雪瑩 直接觸及使用涉案的槍械 做非法用途 也沒有證據指明 她知道整個計劃的策劃是怎樣做的 其實她主要是這樣 還押期間 牧師又說她表現很正面 家人又稱讚她敲信 又充實自己 又說已經是向善的鍾雪瑩 即使機留期間向善 即是今天的法官 姓張的法官 就說她 即使機留期間向善也好 但判刑的控罪性質都很嚴重 槍械又厲害 然後又有很多彈藥 其實她說 這個女生也挺慘的 她的童年其實也不太好 現在有33歲 但她童年期間 已經有抑鬱 19歲 她就被男朋友飛 然後又說欺騙 然後一直自殘 然後有精神病紀錄 2014年已經有精神病紀錄 曾經向私家醫生求疑 但因為沒有錢而放棄 去到2021年的時候 情緒低落 2021年5月 又被診斷到 患了焦慮抑鬱症 其實任何人都知道 我都說現在你拖足這麼長 你不知道以後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前途怎樣安排的時候 任何人都會抑鬱 坦白說 那今天的法官就說她 基本上是愛錯了蘇惟 那 你才會有這樣的結果 但是因為案情嚴重 她本身就說 她定她十年為量刑起點 但是因為你認罪 減刑給你25%的扣減 判你七年半 七年半都很重 等於暴動罪的頂點 考慮到你真心悔果 那些什麼重犯機會 最後都是七年四個月 是非常之重 這件事 因為這件事 你認罪 沒有說是否賠審完 你也是斷政 所以你沒得說 之後要判的 應該是吳志雄 但吳志雄今天的求情很有趣 她的求情信 她的求情信 她的求情信和現在沒有關係 去到小學階段的信件 父母和未婚妻 有寫求情信給她 但她找回小學階段的信件 都拿來求情 包括她曾經希望入讀華人書院 自行寫信給校長的文件 她的律師跟她解釋 她反映她是一個知幼生 小學的時候 品學兼優 父母對她都很大期望 法官就反駁她 小學多優異都是假的 其實為什麼會說回小學 很奇怪 二十幾歲人已經在做事 還要說回小學 你要找個理由去求情 就什麼都會說 其實在於法官面前 如果你找到小學那麼遠 其實她的意思就是 這十年來你是真空的 沒有人幫你求情 你是求情的證人 你的品格證人都沒有 反而會讓她覺得是負面 其實你放棄求情好過 去到這樣 吳志雄 如果你說中雪刑都可以判七年半 這個串謀殺警案 真正的吳志雄 我猜她應該真的十年了 可以是 回覆一些網友 有網友問 中雪刑在2020年被捕 還押了這麼久 其實她是不是可以坐椅 我看回一些舊文 中雪刑2020年12月被捕之後 其實她仍然有保釋 所以 要扣回來 要扣回來 所以你至少也要坐四年 至少也可能要 三四年 你不能扣減三分一刑期 這個是悲劇來的 就是中雪刑這個例子 因為 因為 恩愛而犯罪